卖货靠刷脸 打工权剧本 就这还嫌累 只能说把这活干到这了 这些明星到底是下凡起查民情 还是真的想体验普通人的疾苦 最近又有一部类似于中餐厅的经营体验类综艺 偶然的主意开播了 一直在情感类综艺上素有高情商之声的孙姨 也成了固定嘉宾 但这一次她翻车了 事情的起因呢 是因为有位顾客在店里待了好久 却只花了32买了两杯饮料 结果在负账的时候 孙姨脱口而出 而像这类明星在综艺上 靠着刷脸赚营业额的也不在少数 彼时看清子在我们的客栈三里 就因为想达成刘涛给的红酒指标 毫不掩饰地拼命赌着路人叫卖 哈喽小哥哥 这是喝酒吗 想要买酒吗 我们家留一款非常神奇的酒 我们叫彼岸酒 那个我们定价是888 虽然最后看清子卖的最快 收获颇风 但也就像吴磊说的一样 跟明星刷脸卖货异曲同工的 就属明星在综艺上化身打工人 体验普通人生活的冷暖了 这类致敬打工人的剧情倒是不新奇 想当初第一季吉桥里就有过类似的环节 譬如王迅在282米的大厦上高空擦玻璃 黄博则是负责一整框的快递配送 还顺便体验了吧 快递损坏被客户当场要五倍赔偿 但多说一嘴啊 虽然当期前半部分打工人的口碑很好 但实则在最后的烧烤环节 节目组还是翻车了 靠着明星刷脸挣钱 粉丝们把烧烤摊围的里三层外三层 不带6块钱的泡面 卖25也有人疯抢 甚至更是手拿大票说 如果说之前的节目 嘉宾们最起码为了节目效果任劳任怨 还沾个真实 那这两年可纯纯就是既摆烂 又不按剧本走 就譬如新游记里 同样以致敬打工人为由 把嘉宾们带去了深圳 体验48小时的日节工人 林庚新房艳林被分配到了物流岗位 那要不说两位是演员呢 满车箱子轻飘飘 也能被他们搬出千斤中的感觉 而且即使是这样 明明开干前信誓旦旦 结果刚干完三小时 卸完几项货 就准备提前收工算账回家 老板我说心里话 这活量有点大 我饭也没吃 然后我就有点滴血糖了 你看我这个小身板也不太行 现在眼前有点黑 然后只能说把这活干到这儿了 黄子涛跟阿瑟那边就更别说了 明明跟老板谈好了 干完活结工资 结果刚吃完饭复工 就嚷嚷着太累要提前结账 哥 我们挣不动了 那我们能不能一人结个打车费 一人15块钱 我们走就行了 要知道 现实生活里 这种干半截的行为 肯定要倒扣工资的 但就是因为在做节目 老板最后还是让他们体面的揍了 可笑的是 在离开前 黄子涛甚至还跟同去的工人 来了一番经典对话 你以为感悟了这么多 他俩决定接着回去打工了吗 最后用一句网友的话来总结 天仙就应该好好在天上待着 你没事下来体察民情 干啥呀